欢迎你 欢迎大家进入 Newton Kids的神奇世界 Ibox 我问你 星星为什么眨眼睛 大海有什么秘密 我想知道世界有多神奇 的雪宝藏在哪里 Newton Kids都知道 小小种子真奇妙 藏着生命的奥妙 高山大海会发提起 空气也有神奇魔力 你想知道所有的事情 都在Newton Kids里 Newton Kids 苹果爷爷的奇迹苹果 苹果爷爷牧村秋泽 是一位日本的苹果农夫 他种的苹果又香又红又饱满 而且重点是 这些苹果都不喷洒农药 也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肥料哦 不过苹果是许多小昆虫 最爱的食物 如果没喷农药 就会长得不好 你想知道 苹果爷爷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吗 其实 牧村爷爷年轻的时候 种苹果 也和大家一样会喷农药 可是 每次一喷农药 他的太太就会生病 不但全身无力 长出红疹 还会连续发烧好几天 总是让他很担心 太太 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没想到 他太太回答 没关系 我只是对农药过敏 等到喷农药的时间结束就好了 不用花钱去看医生了 可是 他看到太太忍耐着病痛 还帮忙施肥 喷农药 非常心疼 为了太太的健康 他决定不再使用农药 改适其他防虫的方法 牧村爷爷决定不再喷农药后 有一段时间 苹果树似乎很健康 太好了 不喷农药 果树照样长得好好的 我的想法果然是对的 但是 过了没多久 树上出现一大堆虫子 开始不停地啃咬叶子 为了阻止叶子被吃光 牧村和他的太太 只好从早到晚 不停地用手抓虫子 抓了好几袋 还是怎么抓都抓不完 更糟糕的是 苹果树没有叶子制造养分 变得很衰弱 一棵接着一棵都生病了 原本绿意盎然的苹果园 如今只剩下枯黄的叶子 和光秃秃的树干 附近苹果园的果农 非常反对牧村爷爷 不喷农药的做法 而且 他们担心虫子和传染病 会影响到他们的果园 所以经常对牧村爷爷说教 牧村先生 这些苹果树不喷农药 才会引来那么多虫 飞得到处都是的 而且害得树也生病了 你就不要再坚持了 可是牧村爷爷不气馁 他尝试各种方法 像是使用大蒜 辣椒 山葵等等 具有抗虫效果的食材 来驱走苹果树上的害虫 也不断地认真除草 希望让果树吸收更多的营养 只可惜 情况依旧很糟糕 整整七年的时间 竟然没有任何一棵苹果树 开出白色的花朵 牧村爷爷很难过 有一天晚上 他走到附近的山里 突然看到一棵长得非常茂盛的苹果树 心里非常惊讶 奇怪了 这片树林到处都是昆虫 为什么这棵苹果树偏偏长得这么好 难道有人帮它喷洒农药吗 他好奇地跑过去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我搞错了 它是一棵胡桃树 不过这里很偏僻 不可能有人来帮它喷药施肥啊 为什么叶子没被虫咬 连树干枝条都长得这么结实呢 突然 他注意到树底下有许多落叶杂草 于是随手挖起一株小草观察 这棵小草竟然有那么长的根 不会吸走大树的营养吗 难道 难道是土壤里藏着什么秘密 牧村爷爷马上挖开泥土仔细检查 没想到 泥土摸起来温暖又松软 里面还有蚯蚓 啊 我知道了 这里的土壤有落叶和生物死后留下来的养分 还有各种小动物会钻洞翻土 让大树的根能伸入地底下 吸收丰富的营养 难怪这么健康 我应该改用这种方法才对 于是 他回去马上检查 果园的土壤果然又硬又干 没有什么小生物 他决定开始改了果园的土壤 不再除去地上的杂草 牧村爷爷决定模仿大自然的自然生态 他注意到有些鸟儿会吃虫 于是开始在果园地上撒豆子 吸引鸟儿来吃豆子 顺便吃掉害虫 果然让之前怎么抓也抓不完的虫子大大减少了 慢慢的情况越变越好 苹果树长出新叶子 根也越来越强壮 整个果园经过了漫长几惨的八个年头 终于在第八年开出了七朵花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做法 我们要再努力一点 希望能结出健康的果实 黄天不负苦心人 第九年的春天 苹果园里开满了洁白的花朵 让他跟妻子开心极了 虽然那年结出的苹果像鸡蛋一样那么的小 味道却特别的香甜好吃 让原本嘲笑他们的人都非常惊讶 真令人想不到 不用农药和肥料也能种出苹果 没想到牧村真的成功了 了不起 这钱错怪他了 后来牧村爷爷继续研究 几年之后 终于种出又大又香甜的苹果 全村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也引起全世界的农业专家注意 许多人都来向他请教 种苹果不用农药的方法 牧村爷爷谦虚地说 其实我做的没什么 我只是帮助苹果树恢复健康而已 多年来 他毫不保留地教导更多人 希望将尊重自然 没有农药的跟作方式传承下去 让每个人都能知道无毒 健康又好吃的苹果